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亚米的开箱 我也是刚趁我女儿睡着了 然后快速化了一个简单的妆 那么这次也是亚米打折的时候 买了一些东西 种类不是很多 但有挺多东西想给大家推荐的 那我们就快速来开箱 然后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吧 我们先从吃的东西说起来 然后有些也是我经常会回购的吃的 这个是一个过山老村的绿豆饼 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 然后我也是前段时间才发现的 它还有板栗口味 红豆口味的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一盒大概就是六个 然后是这种白色 很软的这种小饼 它的皮都是那种 不是酥饼 然后是这种软软的 很薄 然后外头的皮就是那种奶香奶香的 中间是就能看 吃出来很明显的绿豆的味道 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吃过没有 我感觉就是很像我小时候 街边卖的那种绿豆饼的味道 然后特别的软 甜度比较适中 然后它中间的绿豆馅 就是非常细腻的那种 然后没有什么颗粒感 不会很甜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那种 比较甜腻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甜度刚刚适合我 这个绿豆的 我觉得相比板栗和红豆的都要好吃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吗 因为这个很熟悉的味道 没有尝过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 这个是我第一次吃的一个日本的一个零食 我看评价还不错 叫什么呢 我忘了看一眼 叫糯米脆 那我们一起来试吃一下吧 它里头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那小包小包 然后一包里面有很多个 这个有一点碎了 我估计是有压到 叫一个完整的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入口的感觉好特别啊 真的除了入口即化不知道说什么 太蓬松了 就是满满的空气感 一到嘴里就没有了 但是豆粉的味道真的很浓 喜欢吃豆粉味道的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偏甜了 对我来说 而且手上还有嘴就感觉有点油腻 而且真的这个挤压碎了 这个真的要差挺 我觉得这一包完整的里头 可能就只有两个 这个一般 但口感真的还蛮奇妙的 就是这一块 因为日本零食本身就比较偏甜嘛 可能有喜欢吃偏甜的 可以试一下 而且这款豆粉的味道真的很浓 就是喜欢豆粉的朋友 应该会很喜欢这个 然后这个就是 Old Village的白咖啡 我知道还有什么Old Town 还有挺多牌子的白咖啡的 因为我不是很懂咖啡 我只是凭借自己的口感和 就是口味来说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牌子的白咖啡 对我来说这个焦香味会浓一点 一冲出来的味道 闻起来真的不好闻 有一种很怪的味道 但喝起来真的还好 然后奶味和甜味都是适中的 我每次就会冲很大一杯 因为它挺浓的 而且不想要那么甜嘛 然后一杯就可以慢慢喝 就是平时喝黑咖啡 喝多了以后偶尔喝一杯甜的 还是挺有辛苦感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日常的囤货之一 然后这个咖啡是这个牌子的一个提拉米苏拿铁 我没有喝过 这是我第一次买 然后不想提拉米苏的味道 我没有尝过 想试一下 因为我之前喝过这个牌子的 其他口味的拿铁 都是不含糖的 然后这个提拉米苏的 应该是会有点甜味吧 然后我怀孕的时候 一直喝的这个牌子的 有一款蓝色的是 Dekaf Latte 然后如果怀孕的朋友不想要摄入那么多的咖啡因的话 可以去试一试 真的味道还挺香的 而且不含糖 口感还不错 而且是Dekaf的 所以可以每天喝个一两次没有关系 这个提拉米苏口味的我也会试喝一下 然后告诉你们这个值不值得买好不好喝 这个是元气森林的奶茶 然后他们好像是换新包装了吧 因为之前我记得是一个蓝色还有绿色 上面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孩的图案 看这款就是热量也挺高的 一瓶180卡 然后含糖量也挺高的14克 可能就不是元气森林他们之间那种就是低糖低卡的奶茶了 就买了一个原味的香尝一尝 毕竟高热量的东西没有不好喝不好吃的 还好吧 也不是很浓 跟原来那种低糖低卡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清淡一点的奶茶吧 很像淡一点的午后红茶的味道 就是奶味和甜味都不是很重 我觉得可能冰一下会好喝很多 因为我刚才看它配料表里面有那个冷脆咖啡 如果就不想摄入那么多咖啡因的可能要注意点 这个应该含咖啡因还挺多的 应该不会再回购了吧 我觉得挺一般的味道 然后是我的毕端螺蛳粉 这是罗霸王的螺蛳粉 吃过那么多牌子的螺蛳粉 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罗霸王的这个就是很经典的这一款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牌子 然后我看大家特别喜欢的像好欢螺 我真的觉得不好吃 是我的问题吗 我真的觉得没有罗霸王的好吃 而且性价比很高 我觉得它的量啊包括里头的配料都很足 对我来说这个罗霸王的是螺蛳粉的YYDS 而且我觉得这个汤底要比好欢螺的好喝很多 然后加点配菜什么的一包真的挺多的 有时候一个人都吃不完 这个也是我们家的日常同货必备的 然后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一定是螺蛳粉 这个是我回购的一款是南洋的麻酱米线 虽然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南洋的米线 但这个真的挺合我的口味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香 很好吃 那个麻酱味道特别特别的浓 因为我老公是武汉人嘛 从小吃热干面长大的 他就说这个很像他们的热干粉 就是麻酱斑粉之类的 他也挺喜欢吃这个的 但就是第一次吃的时候汤底会有一点咸 所以你们可能要多加一点点水中和一下 然后汤就可能没有那么咸 味道就正好 然后没有吃过的可以试一下这款 真的还不错 这个也是我这次回购的一款 又是麻酱的 麻酱的宽粉 麻酱不用说吧 对吧 麻酱拌什么都很好吃 然后这个宽粉的口感真的还不错 说就是那种又软糯又很Q弹的那种 特别像我小时候在那种路边那种大排档 然后吃的土豆粉的味道 就是也又很筋道 然后咬不断 但是又很软软糯糯的口感 还不错 可以试一下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次给宝宝买的东西吧 这个是和光糖的这个驱蚊手环 我去年给他买过驱蚊的那个贴纸 也是这个牌子的 挺好用的 然后这次只有手环了 我就买了手环 你看这样一包里头有四个 然后都是这种彩色的 可以调节大小 然后就可以给它戴在手腕上啊 或是脚腕上啊 或是可以挂在它的婴儿车呀 或者是包旁边都可以 它这样就是如果一天使用12个小时的话 它一个手环可以用到一周 就还挺久的 然后它里面是含那种天然的精油 味道非常好闻一点都不刺鼻的那种 不会含任何的杀虫剂成分 所以就是宝宝和孕妇啊都可以放心使用的 这个牌子的驱蚊的东西我觉得都挺好的 就快到夏天了都备上 然后这也是给 贝宝宝买的一个全棉时代的就是小包装的那种湿巾 但是我买到觉得好沉啊 它这里头可能是有四宝 我本来就是想要一个很便携的小袋的湿巾 但这个装在包里应该还挺沉的吧 打开看看里面会有多大 还挺大一包的 然后一包里面有25片 可能是含水比较多吧 特别沉 因为全棉时代的棉肉筋挺好用的嘛 我就想说买这个试巾看看怎么样 试巾我都是无限囤货 总是出门就是要带小包的背着 趁这次打只在这次多买几包 但这个比其他牌子的都要沉一点 我打开看看里头怎么样 还挺小还好 每张就还好 然后不是很实啊 但怎么感觉特别的沉 也没有香味 我就喜欢不想要有香味的湿巾 没有特别的湿 水分还好 接下来给大家说说 我这次买的护肤品的一些东西吧 这个是一个日本的蛇毒系列的眼膜 我觉得也算眼膜里头性价比比较高的 因为打完折差不多3023 然后里头还挺多片的 它是这样一个 里头还有一个包装盒 还有一个盒子 挺成的 然后再打开 我已经用了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小捏子 这样的可以每次加出来一片的 比较贴合 然后贴到眼部10分钟以后取下来 还可以反面再贴在法令纹这儿 然后角度和那个形状都是正好的 还不错 就是一个保湿的效果吧 我觉得眼膜真的算是有点鸡肋的产品 因为没指望它去黑眼圈呀 美白呀 去皱了什么的 其实就是一个保湿的功效 多服保湿肯定就会去细纹啊什么的 所以就是大家会用的比较平凡一点 他们就会买性价比比较高的眼膜 我觉得可以天天使用 应该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这个贴上以后的感觉就是 眼部会有微微凉 然后有淡淡的薄荷香味 就使用感还是挺好的 然后法令纹也可以敷到 所以算是我会比较常用的一款眼膜 然后就是日常存过了两款面膜 我是打干皮超级干 因为干皮就是要保湿 然后要补水锁水 其他的功效对我们来说真的脸太干了 其他的都吸收不了 这两款用下来是我觉得最合适 然后我用起来最舒服的两款面膜 一个是这个蓝药丸 一个是这个针剂的 两款都是比较贴合面膜的 然后不是那么容易滑落下来 精华也都非常的足 就是我敷个20分钟以后 也还是会有一点点精华残留 不会就是皮肤变得很干呀 把水分都吸走的那种 然后两个也没有什么香味 所以食用感起来都还是不错的两款面膜 现在这次打折 我也是日常囤货 就因为脸太干了 而且前段时间冬天的时候 我脸就会全都会干到起皮 一涂护肤品 然后都会刺痛的那种 所以就是敷了面膜真的管用很多 就是要保湿 没有其他的办法 干皮真的很苦恼 面膜真的是刚需 最后一颗 这个真的是我这次开箱最期待的一个东西 是这个古兴的助养仪 我也是被种草很久 然后趁着这次打折录的 可能打完折全下来是50多 所以还是挺划算的 这个盒子包装很漂亮 打开里头这里有一个就是说明书 然后我选的颜色是翡翠绿 它还有其他很多颜色 这个小壶是放精华的 然后另外这个是放补水 这个我也是开箱已经使用过了 所以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使用感 它对我来说最多是当一个喷雾来用 所以很多人说是不是交了智商税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打完折也不是那么贵 而且它确实有一些科技含量在里面的 所以我更愿意叫它是一个高压纳米的补水仪 它的补水效果真的是很好 它喷出来的水物非常非常的细腻 我每次喷纯净水的话能用到10到20毫升 喷到脸上的时候水都不会顺着脸颊流下来 那说明我这些水都是被皮肤所吸收的了 可是当我自己拍一些化妆水的时候 我要拍很久然后才能被吸收 但这个真的比我自己手拍可能要吸收的快很多 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智商税呢 我觉得真的要使用过才知道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补水仪 干皮真的就是需要保湿和补水 觉得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你真的可以考虑入一个试一下 因为我前段时间眼角就是可能因为暴晒的原因 特别的干燥气皮 然后涂眼霜的时候都会刺痛 然后用了两天这个补水仪效果真的明显的改善了 所以我觉得它是有用的 如果你有其他需求的话可能它达不到 那么补水的话真的还不错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那么以上就是我的亚米开箱 如果你感兴趣我的视频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以后我会发觉更多好玩好用好吃的东西给大家 那我们这次再见咯 拜拜